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一位TVB的老藝員叫曹永廉 他前天帶同合家走秘密撐警這個活動曝光以後 竟然間昨晚一炮三響 有三個品牌連環跟他割蓆 可喜可賀 其實這次事件亦是對於那些為了謀取個人利益 而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毫無保留的撐警的人 那些藍絲藝人是一個非常好的警惕 我們首先講講哪三個品牌 是先後跟曹永廉割蓆的 首先就是這個皇冠勞據 他們的聲明是這樣寫的 曹永廉先生早前作為本公司代言人的合約已經已完結 曹永廉先生在外的一切華洋交割 或者有人讀瓜葛 一概與本公司無關 特此聲明 華洋交割是來自清末文初的詞彙 當時在廣州沙面有很多洋行 很多洋行 華洋交割是說華人和洋行之間的爭執 即是中外的瓜葛 華洋是指華商 華人的買版 洋是說那些鬼佬的商人 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到底曹永廉跟什麼洋行有關 不是跟洋行有關 因為這個約定俗成是一個詞彙 另一個品牌做首飾的就是Bell 他有一個聲明 曹永廉先生並非本公司之代言人 邀請藝人出席公司活動也是屬一次性 而藝人的言論和立場 也不代表本公司的立場特此聲明 即是角度立立令 另一間是西裝的品牌 叫做Mold by Editham 他的聲明是怎樣寫呢 他就說曹永廉先生一直不是本公司的代言人 最近有關曹先生發表的任何言論 並不代表本公司的立場 本公司也決定了停止任何有關的贊助 抱歉引起任何不便和不滿 希望大家諒解特此聲明 即是不再贊助你了 你自己買了 這些就是對於藍絲藝人的警惕 老實說曹永廉那張嘴巴很臭 早前他在Facebook說什麼 你投票就投票吧 投票就沒問題 但是他怎麼寫呢 他在投票日打卡 然後那個Caption就寫著 搞定 黃絲食屎啦 你絲就寫絲體的絲 這些就是毫不尊重人 口不責言 你投藍絲沒問題 大家基於那個尊重 黃藍是政見 黑白是良知 你看不到那些學生被人這樣打 你看不到香港的青年同胞 怎麼被警察租責 怎麼被人暴打 你還叫黃絲食屎 對不對 你只是曹永廉 老實說 你都55歐了 還在發賣明星網 還打算打入大陸的市場 你知道大陸的市場不會讓你上位嗎? 第一 你的年齡就已經大了 第二 你又不是英俊 你不夠年輕的贈 第三 根本上你香港人的身份就是原罪 懵命 還打算在大陸那裡做得起 你真的在發夢 就算你練到那些普通話 是多麼標準 他都不會當你是自己人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廣東人的血統 香港人的身份 他就不會認同你了 剛剛在發夢 打算回大陸 做得好像大紅大紫 例如說十年八年前 他要融合你的時候 他要弄壞你香港的演藝事業的時候 他就不斷地吸納你的人才過去 到現在 他弄得你一談死水 你香港還有什麼劇集拍? 除了TVB 你已經是死感絕的 你不就繼續在TVB拍的宮廷劇 假裝太監? 你沒有的了 不要打算回大陸那裡 可以百多萬拍一集的劇集 你正在發夢了 所以你無所不用其的撐警 都是徒勞無功的 所以為什麼當年 汪榮荃 這麼受人的尊重就是 他當年不肯加入自由公會 自由公會就是專門親台的 你不加入自由公會 你不就不能拍劇 因為當時香港電影拍了 就拿去賣浮的 如果有你汪榮荃份的時候 你不肯加入自由公會 就賣不到台灣 所以他一拍台就絕跡了 他愛國當然有犧牲 也有回報 到後來就做人大和政協 但起碼來說 他也有所犧牲 你這些口頭撐警派 口頭愛國派 說就說撐警 被人知道也這麼害怕 你看那個朱婷圈 你去撐警擺明光明正大才是 怕被人拍照打卡被人流出來 你只是說撐警是很醜的 這些就是想吃兩家茶禮 又不想得罪香港的本地人 因為你也知道撐警是很缺德的行為 你也知道撐警是很不得的 但是你又要撐警 很明顯是為了利益 要不然你不用不讓人知道 然後就搞一個逆向操作 因為這些叫做臭屎物 紙就包不住火 總之你也要自己登出來 那你擺明是跌落地 或者是跌落街 就自己拿回紙 本來你在這個朱婷圈說什麼 你就說 我們這群藝員是秘密探訪 不出鏡 你害死人 那些藍絲說他猛兵 為什麼要把這些照片登出來 好了 到在網路上風傳的時候 你竟然自己不停地 把那些俠照和江永祥 謝鎮忠的俠照都自己登出來 然後還說到你撐警是很偉大的 他那一段怎麼寫 今天一群朋友一起去PHQ 支持送物資 辛苦了一群守護香港的警員 最開心還是我 看到我的偶像男神們 江蛇國蛇者蛇 這個陣容不能輸 還跟江蛇一起派 Hashtag怎麼寫呢 支持警察 LoveHK 出張漂亮的照片才可以 撐警不退縮 如果你真的撐警不退縮 一早就應該主動打卡貼出來 開城報公 為什麼要收起來 為什麼你要罵那些藍絲 為什麼你要罵他蠢蛋 為什麼你要罵他不應該把這些照片流出 就是因為你自己也覺得撐警 是過了道德底線 怎樣撐法 你是不是撐警察打那些年輕人 你是不是撐警察行使私刑 還是撐警察在新屋嶺打到年輕人骨折 還是撐警察在721不出動 把警署下閘 或者999報案中心叫市民害怕就不要外出 還是撐警察在831下到太子站無差別打人 你撐警撐什麼呢 你告訴別人 是不是 經常說法治 整班人最不守法治的就是這些警察 永遠干犯了很多這些暴行 行使私刑 一點責任都沒有 是不是 包括上水的扔磚案 為什麼只是拘捕那些年輕人 那些沒有蒙面的 全部都是出樣子的 一個不拘捕的那些藍絲 這些叫法治嗎 這些叫公平嗎 這些叫選擇性執法 但是你有什麼責任 選擇性執法 是沒有責任的 市民怎麼會相信你這個還是法治 是不是 都還沒計算這個721事件當中 有些擺明是出樣子 被LOW TV 已經是認了 點了相 那些白衣人 走進去的車廂 無差別打人 到現在 你還是抓了幾個人 是不是 你叫市民相信這些是法治 那些年輕人 你一群便衣探員 追逐他九條街 是嗎 撐著那個年輕人下巴士的時候 馬上就拘捕他 再撐著那個年輕人下地鐵的時候 又立刻拘捕他 有些甚至是上門拘捕他 現在你就不在這個現場拘捕了 因為你覺得在現場拘捕 打到頭破血流 就太過血腥太過難看了 現在就在過去一陣子 每天就在家裡拘捕別人 拘捕別人 你就做這些行為 這些叫法治嗎 721的那些逍遙法外 你拘捕了沒有 已經全部出了樣子 被人認得了 連名字也有了 拘捕了沒有 那些完全是不拘捕 你告訴別人這些叫法治 包括上水扔磚案的藍絲 大媽 全部被人登上來 已經是能夠認識到那個人 什麼身份 你有做事嗎 你有做事嗎 你是沒有 擺明你的法治只是針對市民 學生 針對示威者 針對青年同胞 對於藍絲 大媽 口頭愛國 撐警 全部他們做什麼都行 那你這叫什麼法治? 原來法治只是針對異己 只是針對提出意見的人 這些就不是法治 這些叫人治 真是殺岸 曹永廉 朱庭圈 為什麼撐警要收起來? 就是因為你們都知道這件事是不光彩的 就是知道做這件事是不受市民歡迎 老實說 藍絲的藝員經常說自己撐警 經常說自己愛國 你不如解釋給大家聽 到底撐警是撐什麼 如果你經常說撐警要維護法治 我就告訴你他們不是在搞法治 是在搞人治 不是搞民主 而是搞獨裁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這是香港市民的共識 也在區議會選舉的變相公投中表達得很清楚 你叫那些黃絲吃屎 那些黃絲全都出來投票給你看 到底誰吃屎 那個結果就已經出來了 這些人絕對有他的言論自由 有他的表達自由 但是你要說清楚 別收起來 撐警裝沒有撐 這些人只會被人看不起 好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